我们尝试过很多地方 最后我们吃了零下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的无双旗是最长的 然后第二个 它的土地资源是比较充足 还有它不下雨 有网河水灌溉 因为宁夏地平不下雨 能够实现机械化的先去条件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把外国一些的机械的技术带过来 如果有机会去香港或是去珠三角 他们都认可所有财新是宁夏来的财新 特别是只要标榜零夏菜新 他们就会购买了 甚至它的价格会比其他地方高一点 竞争越来越大了 就等于我们必须要把技术提升了 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成本降下来 然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几年不停在做了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也在把机械化的情度再提高了 现在最后一岛门槛就是机械收割了 我们也得到自治区 还有中宁县政府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实现那个机械化收割了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这个高温对我们蔬菜种植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它会影响它口感 还有它的生长 所以我们选了很多品种 最后发觉西瓜是最喜欢热的 蔬菜喜欢冷凉的 所以刚好这两个是最好的配搭了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把两个配搭起来 就等于我们可以把每一某的产值增加了 这里差不多算我搬过家了吧 因为我也挺喜欢宁夏了 因为这里的气候真的是挺舒服的 这边的地方真的很宽阔 如果要种植的话 西北是挺好的一个环境 因为不管你几十年后还是要吃菜 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朝阳行业 再继续为这个行业贡献我在学到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